就在刚刚香港特首李家超先生发布了上任以来第一个施政报告 其中最重磅的消息就是非香港永居买房可以退税 一时激起千层浪 也有不少人担忧 这样房价会不会更贵 在全球房价最贵城市的榜单上 香港已经蝉联了12年 地产霸权这简单的四个字 就揭示了房地产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垄断和操控 那么香港究竟是怎样从一个小渔村 变成如今这个被地产霸权掌握的大都市 早在港英政府时期 卖地就已经是政府的财富密码 1841年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一律 主持了香港第一场土地拍卖 当天的交易总额超过3000英镑 要知道当时英国一个家庭每周的收入还不到1英镑 这个交易额可以说是天文数字 钱来得这么容易自然也让英国人尝到了甜头 他们开始在香港大量进行土地买卖 到了1881年 港英政府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来自于地产 比鸦片还要高 二战时期很多内地人逃到香港避难 这之后更是有过几次偷渡期 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香港 也让香港从当初那个人口不足8000人的小渔村 变成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1950年时香港总人口已经达到200万 人多地方却小 就更显得寸土寸金 为地产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日后纵横香港的四大家族 在这个时候也才刚起步 22岁的李嘉诚刚刚成立长江塑胶厂 还在卖塑胶花 20岁的李兆基带着1000港元从顺德来香港 很快就在中环开了三十间金铺 郭德胜发家最晚 41岁的他在经营洋货批发 成了香港的洋货大王 四大家族里第一个他足房地产的就是郑宇彤 1950年代 25岁的郑宇彤先后在香港跑马地新建蓝塘别墅 又在铜锣湾建起了香港大厦 但有一位香港富豪已经先于他们所有人 对香港房地产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他就是霍英东 1947年 一位名叫吴多泰的商人 在香港莉莉家红星营造有限公司 当时二战刚结束 香港有四分之一的建筑都被毁掉 亟待重建 原本吴多泰只是承办建筑重建的工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有太多人没房住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商机 吴多泰马上开始买地盖楼 他知道在战后对房屋的需求肯定会急剧增加 当时香港的房子都是一栋栋这样卖 港英政府一栋楼只承认一个业主 也只找着一个人收税 那时候香港都是三到五层的堂楼 一整栋大概二三十万 而港人的月薪才一百多点 一间房的月租也只要三十块左右 谁会愿意拿出这么大一笔钱去买楼 更何况大多数人也买不起 眼看着房产有价无市 吴多泰想了一个办法 把房子分成一层层来卖 一层售价大概五万 产权的事也好解决 大家一起签个协议 五层楼每个人就享有五分之一的产权 门槛降低 买得起房的人大大增加 吴多泰的房子开售第三天就全部售庆 他还想把分层售楼申请成专利 但是港英政府没有批准 前人灾数豁然成凉 这也成就了霍英东 当时霍英东正因为海运赚到第一桶金 但是在海上跑生活风险太高 他急于把生意转到地面上来 1953年 30岁的霍英东创办了霍兴液堂置业有限公司 正式开始进军地产 但就算是分层售卖 当时买房的还是只有富人阶层 真正需要住房的普通人还是买不起 霍英东想要一个更大的市场 让那些工薪阶层家庭主妇全都能买得起房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 卖楼花 新楼在建的时候 买家可以先付一部分定金 等房子建好 再慢慢分期付完剩下的尾款 这也造成了日后内地的七房 大家只用拿出一小部分钱 就能获得一栋房的产权 比起以前的一手交钱一手交房 买房的门槛大大降低 一夜之间人人都能做业主 但买房毕竟是个大事 房子还没建好 大家怎么放心交钱 霍英东就搞了个小册子 详细写明了建筑材料 定价 平面图等等 香港史上第一份楼书就诞生了 霍英东回忆 当时消息一公布 整个香港都疯了 售楼出的门槛都被踏破了 每天大排长龙 来买房的人有公务员老师 打工仔 还有家庭主妇 霍英东在四方街的六百多套房源 一开售就被抢购一空 只能说时事造英雄 但也要有英雄能够懂得抓住时事 才能成功 楼花的诞生 完全改变了香港房地产的格局 曾经有价无市的房地产 一下子市场疯狂扩张 涌入大量资金 并且很快就出现了倒卖楼花的黄牛 有不少人靠着这个发了财 1955年港英政府放宽了对建筑高度的限制 希望能用高楼来缓解人口和土地压力 霍英东又一次抓住了商机 霍英东先是在铜楼湾建起了17层的产工大厦 这也是当年香港最高的大楼 紧接着他又在九龙地区建起八层高的香槟大厦 他觉得分层售楼还是负担太高 索性进一步拆分变成一户户来卖 但这样也诞生了一个问题 以前整栋整层售卖的时候 还有物业费清理费这些杂项都是军摊 每一层的面积一样 大家军摊的钱也是一样 没什么问题 也没有人去计算过道花园这些价格 但要是拆成一间间来卖 情况就复杂了 每一户的面积都不一样 如果再军摊难免会有纠纷 而且还有过道左廊这些面积又该怎么算 于是惠英东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 公共契约 每一户按面积来享受不同比例的产权 同时也要承担相应比例的杂费 白纸黑字事无巨细 这就是后来的供摊 从香港楼市演变的历史来看 供摊七房 这些发明其实没什么问题 他们的诞生最开始都是为了解决 房屋的产权归属以及门槛 但也正是因为门槛降低 供不应求 房价也就水涨船高 同时掀起了炒房的风潮 房价变高之后 公摊上额外多出来的钱 就显得难以承受了 甚至有的房子实用面积 只有建筑面积的40% 惨不忍睹 2013年 香港这个曾经发明公摊的地方 终于正式取消了公摊 所有房屋以实用面积来定价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让香港房地产不如正轨的是惠英东 但是真正让香港走向地产霸权的 还是离不开四大家族 50年代 惠英东改变了香港房地产的格局 让地产业 从以前那个只属于少数富人阶层的小市场 一夜之间变成香港最炙手可热的行业 越来越多跟他一样 由敏锐嗅觉的商人开始涌了进来 1958年 做金铺的李兆基发现 比黄金更大的金就是楼 于是他跟好友冯锦喜郭德胜一起 先后创办了永业企业公司 以及新鸿基地产公司 1972年新鸿基上市 李兆基退出自立门户 成立了横基兆业 李兆基发家就靠一个秘诀 买地 在收地这方面 李兆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不但趁低价买旧楼农地 甚至去美国加拿大刊登广告 让那些在香港有物业的海外华侨 都转手给他 哪怕只有一间房 一小洞楼 他都不放过 而且他专做小单位 把门槛进一步降低 比如何文田的加多丽轩 因为厕所太小 关上门之后 马桶根本坐不下去 1996年 李兆基以127亿美元的身家 登上香港首富的宝座 再来说后起之秀李嘉诚 他1957年创办长江实业后 同样是开始买地盖房 1972年 他把公司上市 通过股份融资 让土地价值瞬间翻了20倍 之后趁着内地经济低迷的时候 他反而大力进军内地投资 北京的东方广场就是他的得意之作 80年代 李超人的名号响彻海内外 郭德胜的新鸿基和郑玉彤的新世界也是一样 通过囤地和盖楼迅速积累财富 而在这些富豪发家的过程中 房地产也已经和香港经济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这100多年地产业的兴衰 也恰好是香港百年繁荣的写账 最开始港英政府为了拉高财政收入 对地价没有管控 后来对地产的如火如荼 也没有进行有效的遏制 市场在极端自由的发展下 就演变成了如今的地产霸权 地产见证着香港 从一个小鱼村 变成如今繁华的大都市 在繁华的香港背后 有着30万的底层人们 他们屋居在龙屋里面 在香港最贫困的涉水部 板间和龙屋更是十分常见 住客不能在房间站或坐 必须躺着 出入也要像动物般爬行 即使睡觉 推夜蜷缩着 根本升不值 有着更夸张的做法是 一间板屋再以井字形 划分为六间如同棺杂一般的小房子 以便能租出更高的价格 每个仅仅几平方米的小隔间 都有一个滑动的门来隔开房间 一间小小的房屋 也承载着无数香港人的酸甜苦辣 这里不停地开发大型楼盘 都是四大家族开发商在搞开发 在这寸土寸金的香港 土地的开发和底层人民的居住问题 显然成了政府最头疼的问题 香港底层人民也在煎熬的同时 选择了妥协 虽然很无奈 但这就是生活 如今迈入新时代的香港 房地产又将何去何从